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這幾年新編金劇和新老戲 為金劇帶來了新時代的革命 知己和運落山兩個作品 即將在九月底演出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兩岸知名的金劇文物老生 李寶春老師 還有大陸國家一級昆曲小生 錢振榮老師來到棚內 跟我們一起分享 寶春老師好 好 大家好 錢老師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提到兩位老師要帶來 知己和運落山 這兩個很特別的作品 寶春老師其實台灣的觀眾都比較熟悉 這次寶春老師特別邀請了 錢老師來台灣一起演出 我們是不是先請寶春老師 幫我們介紹一下錢振榮老師 好 我先介紹一下 我這次請的這個知己的顧真觀的演員 錢振榮 錢老師 他是江蘇省昆劇院的一級小生 所以這次我也很開心 有幸能夠請到他來跟我一起合作 我們演這個知己 他演的這個顧真觀 確實充分發揮了他的能量 關於他的背景 請他自己來講 錢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錢振榮 是 來自大陸 是江蘇省昆劇院的那個小生演員 這一次呢非常高興 能夠跟李寶春老師來合作這個新編 京劇知己 李老師是我最欽佩 最仰慕的一個表演大師 所以真的非常高興 這次也是 其實我也是跟老師來合作的過程當中 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非常感謝 兩位老師都好謙虛 寶春老師最近這幾年 其實都在做很多的新編京劇 跟新老戲的創作 知己就是新編京劇對不對 對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知己是根據郭啟宏老師的一個話劇本子 我給改成那個金坤的戲 特點呢是真的他文學性 就是那個深度人性的一種體現 都比較濃啊 從藝術風格上講呢 說金坤真的是不分家的 因為他的整體的表演形式啊 有很多是分不開 包括梅蘭芳大師 他的遊園京夢也是經典的 但是從新創的一些戲 金坤融納融合的這麼近的 嗯 好像還不多 對 所以這個知己呢 從人物的性格 人物的那種內涵來講 顧真觀 他知道這個金旅曲 他是一個這個經典啊 用這個昆曲的形式 昆曲的這個小聲的那種行蕩演的這個角色 我覺得真是恰到好處 非常的細膩 是 老師剛剛的話裡面其實有好多的線索 我們先來聊一下什麼叫做新編金句好不好 剛剛老師說這個是改編畫句 所以其實不是我們傳統的經劇裡面就有的段子 對 新編金句呢就是等於我們在這個傳統戲劇城市的基礎上 我們用了這個表現一個新的故事內容 這個故事內容呢並非是很很久的歷史故事 而且是清朝的 而且呢它的裝束呢也是長袍馬罐 所以它的城市近似 我們畫了一些融化了傳統城市的表演形式 我們近似了一些生活 對 包括我們在處理念白上 因為我們是青裝 所以一般的大部分念白我們用精白 但是上映的有沒有 有 因為是在夢中 對 我們就用一些上映的 充分發揮我們傳統戲曲的那個豐富的手段 所以這個戲運用了精坤的一個結合 對 在我的感覺來講 嗯 蠻恰當的 老師 昆曲啊 我看過 嗯 《遊園金夢》跟《長生殿》 老師立刻就說 這次的知己裡頭是有這個片段的 對 這一次有一個戲中戲 是 那就是《遊園金夢》的片段 是 所以說這個應該說 金昆在不分家的情況之下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是 是 是 然後這個其實這一次我特別感覺到 就是剛才寶春老師講的 特別是在唱腔上的這個創作 就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不著痕跡 是 金昆的轉換是非常的自如 對 然後呢 就是 特別是那個裡面一首金綠曲 在唱段 那個真的是 昆曲做得非常的優美 嗯 是非常具有昆曲的特點 嗯 其實它是一個新創作的 但能做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棒 是 所以剛才正像你問的 嗯 我跟誰 錢老師也介紹 我說在台灣 嗯 粉絲 坤曲的粉絲 那鐵桿粉絲 濃度非常深的 狂熱的 真的 大有人在 大有人在 其實金跟坤在表現上面 呃 最粗淺的來分的是 金是 呃 裸骨點 熱鬧 然後劇情比較忠孝結義 昆呢 就是溫溫溫柔婉約 兒女情長 要把這兩個劇種放在一起 說實話 還是有一點難度的 對不對 老師 呃 如果過度的非常順 那要 確實要下點功夫 對 呃 但是你從韻律生講 就是 坤曲表現的一些很細膩的 一些人物體現 嗯 和京劇表現的一些人物 嗯 那是 呃 各有他的一個不同點 嗯 而且各有他的魅力 魅力 對 打個比方 我們排氣就是 呃 錢老師 他是呃 蘇坤的那種 那種感覺 嗯 他表現的這個孤真觀 金旅曲 他唸出的有些字 呃 和我們的京劇的運的字 嗯 是有所不同 但是他的字的一些拿捏 更加深了這個人物的那種 呃 文學深度的感覺 啊 老師 其實知己講的就是 清朝的三位文人之間你我他三位之間互為知己的故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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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老師剛剛講到這個文學的感覺 嗯 我這不曉得很冒昧 我其實剛剛聽老師一直講 呃 錢老師的唱牆跟念 我們有可能稍微聽一小段嗎 李老師 這個 他這個昆曲做的其實我覺得是 真的非常有味道 所以呢 我在唱的時候呢 我完全運用了我們自己傳統的 就是念擺的一種叫中週韻 嗯 就運用了這個韻來唱 所以呢 就可能跟京劇的那個感覺 對 會有所區別 那我就講 這一次平安 非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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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韵律啊 进入了 近隙 是 他能够了解我 就是自己 是 但是你有没有了解自己 你如果不了解自己 对 你光想别人能了解我 咱们就是自己 对 这个自己 尝不了的